天哪 还有王法吗 女大学生到村庄考察 却被卖到村里当媳妇 然而意想不到的是 她想逃却遭到全村阻拦 并将女孩腿给打鼓折断 当父亲找到女儿时 已是面目全非 女孩最终在两个月后不幸离开人世 然后她爸爸为了报复 去村里找好水源 将二包提前准备好的药药放了进去 让全村人都遭殃 最后她自己也去投案自首了 老铁们 你们觉得她的做法对吗